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两国之间的破冰之旅 基辛格的到来 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欢迎 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 双方就彼此之间的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 11号基辛格离开中国之前 向周总理表示了尼克松总统有意访华的事宜 周总理表示热烈欢迎 在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之后 1972年2月21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专机来到了北京 他刚一下飞机就主动向周总理伸出了手 两人这次握手 结束了两国之间长达20年的敌对状态 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尼克松与周总理简单的交流之后 向他表达了想要见毛主席的想法 当时周总理对尼克松说毛主席正在卧室等着接见他 什么 尼克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以为是翻译人员搞错啊 后来两次确认之后 才确定周总理说的是真的 但尼克松依然有些想不通 两位世界大国领导人第一次见面 怎么也要选择了一个很正式的场合吧 让自己去卧室见面 是不是有失美国人的身份 机智的周总理很快看出了尼克松的疑问 他立刻对尼克松解释说 毛主席最近身体不太好 不方便离开卧室 所以只能在卧室里会谈 此外 周总理又补充道 其实在哪里见面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何重建两国之间的友谊 尼克松听到周总理这样解释 觉得也很有道理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很快 周总理带着尼克松来到了毛主席的卧室 当时的毛主席已经是一位身体虚弱 显得有些苍老的老人了 不过毛主席的眼神依然很锐利 头脑也很清醒 见到尼克松来了 毛主席赶紧招待了他 两人很快就进入了主席 展开全文毛主席和尼克松一起回顾 那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 在聊到台湾时 尼克松主动提起了一个人 他就是蒋介石 尼克松对毛主席说 蒋介石知道我来与您商谈 会不会借此搞一些事情 毛主席对尼克松说 我认为不会 虽然蒋介石对我们恨之入骨 但他至少承认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听到毛主席如此回答 尼克松好像有些不满意 于是便继续抛出一难问题 他接着对毛主席说 我看您还是要多提防着蒋介石 毛主席一听这话感觉不对劲 尼克松第一次来访问 就来挑拨国共两党的事情 这不是明显要干涉国家的内政吗 于是 毛主席霸气地回答了尼克松 不管蒋介石采取什么手段 我们共产党都有解决方案 而且 共产党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 就算蒋介石不甘心败逃台湾 他现在估计也没有这个能力了 此言一出 尼克松顿时哑口无言 不敢再挑刺了 尼克松 这次访华 总体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两国很快走上了正常的关系轨道 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福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 кат得再继续